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里是鲸鱼读书 欢迎大家的点赞与订阅 现在很多人都在提倡个性教育 有个性固然是一件好事 可是若是太有个性了 那可能就变成你的一个缺点 很多独生子女从小生活在密冠里 父母对他们的要求可以说是百分百满足 可长期下去 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孩子过于自我 将来走上社会后像个刺猬一样 浑身都是刺 个性倒让别人很难和他和睦相处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俗语 男无性如铁 女无性如马 在中国十分讲究人际关系 在人际交往中 又特别注重人品 人物品德的重要性 有些时候 关系着个人的前程以及命运 类似东汉末年期间流行的月旦平 对一个人的品头论足的结果决定着你的将来如何 但是关于人品的话 有些人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人品不怎么样 或者与自己三观不合 那么这种人就没有交往下去的必要了 甚至会后悔自己最开始怎么就和这种人来往了呢 中国古代一直都有看人这种说法 就像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也并不是迷信的说法 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许从来都没有听过这句话 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铁和麻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金属铁和麻布 这句俗语中蕴含着关于看人的深深的哲理 如果你细细品味的话 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生理解 男无性如铁的含义 我们先来看看男无性如铁 性是什么意思呢 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意思 而是个性 能力以及良好品质的意思 那么这个铁呢 我们今天的铁更多偏向于金属铁的意思 给人的感觉就是坚硬 钢强 但是在古代 铁并不是这个意思 古时候人们常说铁不如钢 钢才是有力 强劲的代表 而铁则一无是处 恨铁不成钢 就是憎恨这个人没有能力 或者如此不可教 只能成为没有用的铁 却做不了有品质的钢 也就是指这个人没有成就 所以男无性如铁的意思 就是男人如果没有个性 没有良好品质和能力的话 就会像铁一样没用 虽然这句话出自古代 但是蕴含的哲理却并不过实 男人的承担能力很重要 在当下很多男人 在遭遇事业和生活上的打击时 往往一蹶不振 遇到困难直接退缩了 没有一点上进的勇气和信心 一边抱怨着命运不公 生活太难 一边又不求上进 不知道自己争取机会 通过努力获得成功 这种生性懒惰 没一点优良品质的人很难成功 只会变成古人口中的铁 而那些真正刚强的人呢 就算他们在人生道路上 遇到了诱惑和挫折 也会向往胜利 克服困境 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 一直前进 最终走向胜利 这才是人人都称赞的刚 所以作为男人 一定要有个性 要有能力 女无性如麻的含义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 女无性如麻 这个性放在后半句中 也是能力 才能的意思 而这个麻却并不是 我们日常以为的麻布 这里的麻是一种糖 现在的年轻人 基本都不知道这种糖 吃进口中会很甜 但时间一长就会发现 它十分粘雅 甩都甩不掉 因此古人用麻来形容 无性的女人 今天就分享到这 这里是鲸鱼读书 愿书香常伴于你 感谢大家的收听